甲敬文居当阿姑花童周游气骂不会做人 周游阿姑与李朝永结婚40周年经过婚变考验10月8日将在办婚礼邀请代表作《飞龙在天》的黄少奇、江洪恩、甲敬文等演员当花童连层传不合的韩宇也答应出席。 阿姑今天抱怨她亲自联络贾的妈妈二次,今天却接到贾的经纪人电话,称贾新戏要在卢州早上开静点晚上开拍,没办法当花童。 阿姑退一步说,至少来走一下也好,怒批不想想你怎么起家的抱怨明明是联络贾妈妈,结果却是经纪人回复。 对于甲敬文没有亲自回她有些不高兴,语气烧众说道不会做人,还会演戏吗?不过甲敬文传出11月夜要和修杰凯在巴黎岛办婚礼,也有可能是忌讳民间习俗喜冲喜,不便冲喜。 周游婚礼请倒诉诸,陈慧每点记录侠点无名点王满娇当伴娘,石峰点上千点寇世勋点关聪点孟非点林毅雄当伴郎,可说是重量长青及卡斯,称慧席开白桌,但目前已经爆桌,他把婚礼当成感谢宴,找了很多过去帮他的恩人。 现场也不收礼金,不过打电话时感慨岁月摧残,有许多人以往生或无法出门。甚至不认得他。 他表示婚礼花费破千万,很多朋友都热情赞助,所以实际花费只有两三百万,觉得很感激。 李朝勇昨天还向他忏悔之前出轨是因为被鬼附身,现在非常爱阿姑,办这个婚礼就是要昭告天下两人情比金奸。